武漢避暗以前見解感到離職 保持班和安親班也都有條件回合上課 其中的關鍵就是老師要煮三個廟 如果沒有就是每三天到七天的時間 煮一次的快台採減 但是大部分的老師 當然不會排到業廟可以煮 老師為了可以煮最上課 只好準備大量的快台駛駛 以前見解感到離職 保持班和安親班有條件回合上課 相關的防疫規範也都要稍微診斷 不然在疫苗煮什麼這部分 就因為等不到疫苗 只好先做快篩試劑 傳到好 因為我們要三到七天就要做一次的快篩 所以我們就是業者自己就先準備好 對對對 保持班老師說 為了孩子要健康 也保重老稅安全 應該是希望可以趕快煮到疫苗 因為就等不到現在我們中資掌疫苗 所以我們就找幸福症 就是去找其他診所 讓我們長期可以預約 會接觸很多小孩 然後也會接觸家長 所以就我們沒有打疫苗的話 對小孩來說也是一種風險 然後就是為了保護這些學生 然後希望我們可以進化打疫苗 中華報告拼補協會這次 中華的報告老師跟行政人員 真早就做菜送出去 但是到沒錢為止 就是要不要做到 所以剛才可以依照中央整地 要回合上課 老師就要有台見行政人員 針對沒有打疫苗 然後要復刻的班級的話 第一個就是說 三到七天也要提供一次的快篩證明 對那縣府這一邊是有幫忙就是說 有別的快篩服務站 那比較好是可以到那邊去做 對這樣子的話 這會比較準確啦 那當然對孩子來說 跟對我們藝人來說 都相對比較有保障 針對報告老師特別煮疫苗的狀況 廣進府表示 中央就是沒有補發疫苗下來 沒有疫苗就沒有辦法替補習班老師煮 當然害害老師也仍有補分 也沒有疫苗更好煮 到中華新聞中施政中華蔡宏報的